这个东西我觉得看了 其实也怎么讲呢 就说这个生命公不公平呢 你说真的到有那么一天的时候 你说谁会先离开 或者说谁有能力先离开 我们只有记得阿富汗就好 那个跳上直升机 二话不说跳上直升机的总统 跟着他 对不对 对对 所以其实你不只是有钱而已 你要有管道 你要有这个知识能力 对不对 怎么样 所以你看看大部分都是财经界 对不对 比方说从事股票的啦 银行的啦 他们有管道 他们有管道去转移 就是人根本还都不需要跑 就可以转移的 所以从现在就已经开始 慢慢慢慢转移 我听到周边的有些朋友 讲他们的焦虑 第一个转移财富 第二个先把小孩送出去 很多人这样讲 你懂事 万一怎么样 因为年轻人会被抓上战场 是不是 这个丽江军你有听过吗 我不是听过 我经过 经过 不只听过 而是经过 九六飞弹危机的时候就是这样 那时候 昨天赖兴德 我们讨论赖兴德 赖兴德写那些文章有什么稀罕 我们那时候是写遗书 对不对 那时候在战场上面 已经开始写遗书了 写遗书 对啊 那时候部队里面都在写遗书了 就已经准备开打 那一年本来真的是准备老共 真的要打台湾 所以老百姓也都知道 所以那时候 第一个就是有能力的人 全部到美国去了 他们不会去日本啊 他们都到美国加拿大这些国家 想办法去 想办法移民 还有纽西兰 对 还有纽西兰 他们这些 我身边很多朋友就移民去了 对不对 然后带着小孩就过去了 因为你讲的没错 就是最优先考虑的是小孩 希望孩子 所以我那天在电视上 有一天我讲说 没关系台湾要打仗 我号召我们这些老家伙来上战场 你跟你讲那段话好感人 我们后来减上放上网流量非常高 对我们老家后来年轻人 因为台湾人还是要需要年轻人嘛 对 那你现在其实96年的时候不只是钱 那时候台湾房地产很便宜 整个掉下来 对不对 有钱人就把房子卖掉了 他又拿他不惜爱台湾的钱 然后到美国去制产拿货干什么 然后还有一种人会跑 除了这有钱人会跑 还有这政客会跑 所以我看到这个 这是金融时报 金融时报长期是怎样 西方的 我们台湾民进党跟他也很好 对不对 一些跟民进党有关系的有钱人 在推动这件事情 还有我跟你讲 其实有一个地方 你知道我们军事 跟我们军事有关的 这个敌人如果说 在松山机场空降的话 我们炮兵不能去打空降兵 不能去打为什么 你不要把机场跑道炸坏了 炸坏那些有钱人 政客跑不了了 因为机场起飞 飞机起飞不了 所以松山机场 我今天在这边明的讲 松山机场目的就是让 不管是欧美国家或日本 他们撤侨的飞机 可以起降来用 就跟阿富汗那个机场一样 就是那个机场 可能说美国跟解放军商量好 说这个松山机场 如果真的降落 我们不炸吗 也不能炸 我跟你讲有一年 有一年我讲真的 就六军团司令 我直接名字讲 就罗文山 对 并一推演的时候 我们反空降作战第一个指导 就是说兵力未到火力先到 就被李正辉当场骂了一顿 你把机场炸了我们怎么办 他说我炮兵先打 他说敌人如果在松山机场 空降作战的话 你当六军团司令你怎么办 他说我炮兵先打 兵力未到火力先到 你把刨刀炸了我们怎么跑 真的就名的讲 有这一段 这个罗文山后来就 刘军团司令干完就没有再继续往上升了 因为你还有其他手段 你不要一下就把机场跑到炸掉 那个机场其实我认为说是 松山机场就是给外国人撤侨用的机场 那就跟那个什么阿富汗也是一样 美军会跟塔利班商量好说 这个机场你不要炸 你也不要动 对不对 那等我这边撤侨完了以后你再进来 那解放军会不会跟美国有一个商量 说这个机场留给他撤侨用 我讲到这个题目就很生气 因为我拿到博士后马上回台大教书 就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跑都跑不掉了 你看严正村是在美国教了半天的书才回来的 所以你看一个选择差多少 但是我选择也不错 我绝对不会有事的 是啊 我告诉你我就是奉劝 你底下想得非常清楚 平日不做亏心事 半夜不怕鬼敲门 我怕什么 我怕什么 我所有资产百分之一摆在台湾 对但重点就在于 台湾人不需要经过这些嘛 对不对 不是没有必要嘛 没有必要 自己制作虐不可活嘛 你心里还不明白嘛 对 有的时候我刚刚会讲说 台湾人要醒一醒啊 你知道大陆崛起的话呢 要收拾这个还不容易嘛 你去跑到美国你敢住嘛 对 这个约老师讲得太好 我们今天讨论要怎么讨 怎么讨 但要不想一个比较根本的问题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 对啊 对不对 我们也从小到大都是过和平的好日子 即使美国的政府对台湾人很友善 美国人对台湾人不见得友善 美国人看你台湾人跟中国人 跟日本人 韩国人分不清的 你现在看美国的种族歧视 很多移民的血泪 大家知道 之前台华的时候也是 那个王汉杰斯基的人我认得三个 王汉杰斯基的人最了不起的 现在对于美国这个反华的趋势 一点办法都没有 对 是啊 而且那又是反华 就导致很多什么韩国人啊 越南人都遭殃 对不对 你就是分不清楚长相 就是王毅讲的 你鼻子削尖了 头发长黄了 都没有用的 他都一直把你认出来 只要是亚洲人被打得好多 还有一个来 我们来看一下 就之前我们讲过 那个俄罗斯的这个军舰 不是罕见的到了我们的台湾东部海域吗 当时我们的国防部还公布讯息 大家炸锅了 就平常是大陆军舰来就罢了 你俄罗斯来干嘛 我们当时有讨论 如果没有看到的话 记得上网去补课 那当时 但是到了我们台湾 大家记不记得 响亮号跟完美号 这两艘是护卫舰 那7月5号来到上海去进行访问 总共时间是7天 而它当然来了一个舰队 不止这些 但是这两艘 因为经过我们台湾 所以大家特别有印象 那这两艘是第一次去访问上海 这也是整个 这个俄罗斯的海军舰艇 第7次访问上海 大家就记得 之前才没多久 对不对 俄罗斯海军司令 跑到这个北京跟李尚福见了面 所以这些讯息 大家都把它兜一下 跟李尚福见了面 然后怎样 然后到我们台湾的东部海域 然后现在去访问上海 好 大家全部兜在一起 然后大陆官方有一些影片 那就是当然 解放军热烈欢迎 有两国现在背靠背的关系 所以那个气氛 看起来就骑海飘扬 拿着布条 欢迎欢迎再欢迎 出现在我们台湾的时间 是6月27号 到上海的时间是7月5号 那来干嘛呢 当然这个敦目友好了 不只是参观 专业技术交流 还有篮球友谊赛 之后要干嘛 之后就要跟这个中国海军舰艇 进行编队运动 通信 海上搜救等 这个联合的这个演练 我先请教一下这个苑老师好了 苑老师你怎么看待这些一大堆的这些军事上的一些对接 访问等等 这里面基本上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说第一点就是背靠背的关系 就是说目前大陆面对俄罗斯的情况 跟西方世界的期待是非常不一样的 因为西方世界是期待俄罗斯找垮一点 好腾过手来对付中国 但是现在的话 中国跟俄罗斯都非常清楚 他们要是不合作的话 这个大家存亡此寒 有这种感觉 有这种感觉 虽然我没有什么直接证据 但是这个的确就像刚刚主持人讲 背号背的关系 然后第二点的话 这个俄罗斯本身的舰队跟中国舰队 从这个日本北海道开始 就一直穿来穿去穿来去 现在搞到台湾海峡了 这个整个发展的过程的话 对我们来讲 我觉得基本上是把整个东北亚 再加上台湾海峡这边 当成一块来处置了 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 从北京降到上海 这里面发展的关系的话 对台湾来讲 应该构成了一个很大的警惕 因为这是两个军力 非常强大的国家在面对这个海上 这个是少有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